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歌词对我来说这个歌词很有意义 因为它在说活得越来越像我爱的自己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直在追求的 欧美曲风性感身形 李文是上世纪90年代华语乐坛国际化的标志性人物 他身穿红色旗袍 成为奥斯卡上第一个华人演唱嘉宾 巅峰时期的李文决一进军欧美乐坛 然而就在他出征欧美的同时 他身后的华语音乐市场急剧升温 留在原地的人 反而因此获得了更多时代发展的机遇 我有些好奇 在回首当时的选择 李文有过后悔吗 如果说您现在再去做一个选择的话 您还会选择在自己事业发展的这样一个黄金期 去欧美乐坛发展吗 还会不会啊 会 我觉得有这个机会就是要去闯一闯 不要害怕 对 我觉得有梦想就是要去闯 其实做第一个永远是最困难的 但你先开 你一开了这个头呢 我觉得大家就有这个期望 就是有一个目标往这个方向去走 二十年来 内地娱乐行业发生了太多的变化 从一盒磁带 一张唱片中聆听音乐 感受音乐的人 逐渐淹没在一张张单曲的新鲜感 一波波流量的大树体之中 艺人 偶像 也逐渐替代掉了原本分野更清晰的演员 歌手 当然 音乐从来无惧于改变 但是演绎音乐的人呢 以前我们好像说演员就是演员 歌手就是这样的歌手 但是我们现在反复在强调多元啊 多样啊 所以对于现在要做一名只唱歌的歌手 是不是会更难一点 我觉得这个市场很够大 所以不要去强迫自己 一定要做所有权能 什么都去做 应该就做你自己很充满热情 对那件事情充满热情 你就去尝试 就去做就对了 为什么现在的歌手 大部分都是以发单曲为主了 完整的概念专辑越来越少了 呃 市场在改变 以前就是呃 真的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去一直规划一整个专辑的概念 呃 可能是要花至少呃 半年的时间 对 一个歌手可能最多是一年出两张 呃 寻找他真正喜欢的一些音乐 嗯 不一定是要等到一个歌手呃 呃 什么什么呃 呃 唱片公司要出什么样 No 你有这个选择 我觉得现在听众更有选择的权利 可以就是一个play list 但是您刚刚讲到数字时代 它要求的是快 要求的是及时 在这两者之间会有矛盾吗 会 我觉得 就是我在挑选歌曲很严格 对 我 我常常都是有一种 那个心态是慢工出细货 那么 我要去做一首歌 我花很长的时间去想 然后现在我的一个message 我现在人生在经历一些什么 我想有什么样的讯息 想去传达 也当然是可以希望呢 有更多的粉丝 不是 我当然希望有更多的听众 可以听到我的一些音乐 所以 我现在在 还在学习当中应该说 为什么刚刚一定是把那个 粉丝替换成听众这个词 因为更广泛 我也是个听众嘛 所以我很喜欢听歌 所以这些我都在吸收当中 也可以听到 这部分 很久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